嚣张外国人打车不给钱 还对着司机拳打脚踢 结局大快人心 这段视频就发生在陕西街头 一名外国人带着他的女朋友 打车到达目的地后 竟然不付钱就想走了 态度十分的嚣张 这一幕恰好被一帮陕西演员看到 纷纷围上来指责这名老外 凭什么坐车不给钱 大哥用手指着外国人的鼻子警告他 这是中国人的地盘 休想在这里撒野 外国男子起初并不在意 还对大哥亮起了肌肉 这一举动成功把围观的其他人逗笑 可这吓唬谁呢 同行的中国女友健壮 赶紧拿起手机电话摇人 这时候周围已经聚集了很多的中国人 他们有的双手抱胸 有的摩拳擦掌 他们用犀利的眼神紧紧盯着这名老外 随时准备战斗 只要这个外国人敢动手 大家立马拥而上 打得他哭爹喊娘 这名外国人明显被吓到 气势立马怂了一半 视频一出立马在网上引发热议 大家都为这帮有血性的陕西演员点赞 来我们中国人的地盘 就要遵守我们这个规矩 想坐霸王车 先问问我们的拳头 大家在谴责这名外国人的疼势 也对他的中国女友感到十分痛心 你的外国男友坐车不赔钱 你不帮忙劝说 反倒拉着他一起逃单 害怕外国男友挨揍 还想打电话摇人 真是丢我们中国人的脸 无独有偶 在成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一名外国人打车不赔钱 还对司机拳打脚踢 结果悲剧了 这是发生在出租车上的云幕 当天凌晨两点 杨师傅在酒吧一条街 接到了一名外国人 当时对方喝了点酒 等到了目的地后 老外不赔钱就想躲 司机死死拽着他的衣角 无料这名外国人 竟然将衣服一脱就要跑 司机见状赶紧下车追了上去 结果被对方狠狠殴打 在医院里我们见到的司机干 只见他浑身是血 脸也被打肿了 经过医生诊断 杨师傅面部多处补着 需要住院治疗 事件发生后 成都警方很快展开行动 将这名外国人抓捕归案 这时候他知道害怕了 赶紧托朋友去跟杨师傅讲情 杨师傅的妻子告诉记者 不愧因为他是外国人就选择原谅 先让他把医疗费 物工费 还有精神损失费赔了 然后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